如果我們將y等於cosx畫出來的時候 就會是這樣的 而這個範圍所對應的就是 y 軸由二分一到一之間這個範圍 在這個圖裡 什麼的x可以落入這個範圍呢? 就會是這個線段和這個線段 右邊這一段超出了π 不用理會 左邊這一段就是在π over 3和0中間 所以結論就是這個